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非常良好的每日灵修的书籍 它是由许多信仰纯正的华人的牧者 神学家所撰写的 可以帮助大家更渴慕来读神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看第十四节 他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 我们从上下文可以来确认 他指的就是那个叛徒四八 他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 一直到伯玛家的雅比拉 这已经到了很北方 以色列的很北方都快到淡了 所以代表说他就是一直鼓吹 北方的十个支派都联合起来反抗大卫 并比利人的权地 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 十五节另外一方面 南方的犹大支派的约压和跟随的人 也一路追赶到了伯玛家的雅比拉 就围困四八 就对着城竹垒 跟随约压的重民用锤撞城 想要用这个方式使城塌陷 终于这个南方军终于追上了北方军 然后就在很北方的地方 这个地方都快要淡了 就是最北边了 然后呢就终于围住了这个四八 在雅比拉城 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聪明的妇人 从雅比拉城上面呼叫说 听啊听啊 请约压进前来我好与她说话 约压就进前来 妇人问她说 你是约压不是 她说我是 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 约压说我听 这是撒摩尔基让我们看见第三个 这个智慧的妇人 因为他们的一席话 使得整个局势 每次都产生非常关键性的转变 这次就是一个雅比拉的妇人 妇人说 古时有话说 当先在雅比拉求问 然后事就定妥 我们这层的人 要在以色列中 是和平忠厚的 你为何毁坏 以色列中的大城 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十八节妇人她说 从我们以色列古代开始 就有一句谚语 如果要求问一件事情的话 就应当先在雅比拉这个城 求问事情 然后事就定妥 所以代表说 雅比拉这个城里面充满了智慧 使我们可以知道事情怎么样来搞定 怎么样来安排妥当 那为什么雅比拉 这个城有这样的智慧呢 十九节他说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人 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和平忠厚的 因为雅比拉城有一个特质 他就是与世无争 他们是和平忠厚的人 所以所有有纷争的人 如果来到雅比拉求问 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充满了和平忠厚 然后智慧的解答 能够去把那事情解决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毁坏 以色列中的大臣 原文还有一小段没有翻译出来 他说你为何要毁坏 以色列中的大臣 以色列的母亲呢 来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所以代表什么 以色列自古以来都公认 雅比拉是一个和平忠厚的城市 自古以来他都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声望跟地位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历史 很久的城市 而且呢他的地位好像以色列之母 就代表说 他是一个被公认有分量的一个城市 你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 就派大军围困 要把我们这个城市移为平地 你这个叫吞灭耶和华的产业 看起来就是这个妇人 想要跟约压有一个对谈 要救这个城市脱离被毁灭的命运 二十节约压就回答说 我绝不吞灭毁坏 乃因以法连三地的一个人 比基利的儿子四八 举手攻击大魏王 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 我便离城而去 约压就说 我绝对不敢对这个和平的大臣 以色列的母亲 这个亚比拉臣 做出这种毁灭的事情来 那我们只是要抓住这个四八 因为他举手攻击大魏王 你们若把他一个人交出来 我们绝对不会动你们一根寒毛 我们便会离城而去 所以呢 智慧的妇人就跟约压 谈定这个事情之后 妇人对约压说 那人的手机必从城墙上丢给你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 他们便割下李基利的儿子 四八的手机丢给约压 约压吹脚 众人就离城而散 各归各家去了 约压回耶路撒冷 到王那里去 那个妇人呢 就凭他的智慧 去跟城里面的众人来劝说 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与世无争的城市 我们何必要去卷入 这个以色列的政治的纷争里面 那这个四八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因为他整个国家都不能合一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不需要卷入这场纷争 二方面我们应该把它交出去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四八的手机 丢给了约压 约压就线手诺言 就没有破坏这个城 就回到伊路撒冷去了 二十三节 约压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 果然如他所愿 在他杀了亚马萨之后 他继续担任以色列全军的元帅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 大卫回到王宫当中之后 的人士内阁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同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做这个敬畏军的元帅 因为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都是外籍雇佣兵的皇家敬畏军 二十四节亚多兰亚多兰掌管福苦的人 就是掌管这些做苦工的人 可能有些就是这些战犯 或是囚犯 俘虏 他们就要来做这些公共工程 亚细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士法做书记 沙都和亚比亚他 这两个人同时做祭司长 就是大祭司 然后埃尔的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 这边让我们看见 大卫平定了四八之乱之后 他重新让国家上轨道 所以在这边介绍了整个大卫新的人士的内阁 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真的是再次来思想 这个妇人他所要表达就是说 怎么样不中这个恶人的计谋 而让我们这个城卷入政治的纷争 甚至牺牲掉整个国家的合一 因此让我们看见 他跟大卫是有同样一个态度 就是说让整个国家不要再分裂 让我们合一 重新让一切上轨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是竭力的追求和睦 追求和一 主让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心中的私愿 放下我们中间的纷争 而让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职场 让我们的国家社会 能够在神的真理跟爱当中可以合一 而不再各自相吞 相欺负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常常愿意放下小我 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来成就 愿我衰微 愿你兴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